详情性爱 精彩来袭 你觉得你是个超级怪异的人呐 找到了 我看看他够不够运输死了 哈哈哈哈 这人就欠 变 变 浪漫表白 你手上的东西是做什么准备的 我就送给他了 精彩不容错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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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主持人 袁哲 大鹏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龙氏文艺频道正在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相亲相爱 我是袁哲 大家好 我是大鹏 这里要特别感谢 吴汉料汉洁专利品牌 孟金元黄金 对我们的冠名播出 孟金元黄金金纯情更浓 希望所有心中有爱的人 在这方舞台都能找到真爱 好的 欢迎我们的情感顾问 著名节目主持人 自身媒体评论人 柯宇 好 谢谢 谢谢袁哲姐 谢谢大鹏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咱们的相亲相爱 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所有的女嘉宾们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今天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找不到的话呢 你们继续参加下一期 谢谢 来 姑娘们把灯亮起 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呢 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爱好 那到底爱好什么呢 来吧 掌声有请 在场的各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李春龙 今年23岁 来自武大连指示 现在是一名酒行的小老板 既然大鹏刚才已经说了 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 有多特别呀 这个爱好呢 一般人应该是不太会有 那是 一般人不太会有 但是会不会被人接受呢 这是可以说是一种小的 个人的一种习惯 是好 是不好呢 上厕所不用指 可以说是好 也可以说是不好 你看 好的话是保护了环境 不好的话是脏了自己 一会再说 是不是 谢谢 好 那来吧 先选一个心动女生 来 对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看着小 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成熟的吧 好 那来吧 让我们通过一道VCR 了解一下生活中的李春龙 酒香不怕巷子深 小时候爸爸总讲这句话 现在算是继承家业 经营着一家小酒行 可能是总接触酒 朋友们都说我千杯不醉 平时我也没闲着 有时候会做一些主持的工作 来赚些外快 是不是没看出来 我啊 有一个小习惯 就是特别喜欢 看微信里的好友的个人签名 我觉得特别的有趣 其实啊 我还是个时下流行的暖男 平时出去吃饭 我会记下所有人的癖好习惯 记住每个人爱吃的 不爱吃的 所以大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总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 我觉得我长得不丑 性格也还算好 这样一个暖心的抱 在这里等着你哦 男嘉宾你说你开个酒行是吗 对 是的 千杯不醉啊 这是一个比喻吧 就是挺能喝的 我就喜欢能喝的 我看好你真的 你在片子里面已经说了 你的那个癖好是 嗯 就是看朋友圈的一些 个性小签名 啊 那你的朋友圈个性签名是什么 我的朋友圈个性签名就是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啊 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方式 娶别人的媳妇 让别人没有媳妇可去 就是有一点是对的哈 就是现在我们 了解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很难的 但是其实最简便的方式 就是看他的朋友圈 所以说现在公司在招人的时候 或者一个人想要了解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只需要看朋友圈就可以了 哎呦 对对对 果然不一样 柯宇现在不仅是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了 然后自己也从上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你是从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 总结出来的 对有关系 我们导演还真的准备了一些我们女嘉宾她们的微信的个性签名 啊 你来看看哪些是你喜欢的啊 好的好的 来 月老啊 能不能不总用劣质红线帮我签了吗 隔三差五就断一次 你从这个个性签名你能觉得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人 经历过感情的人 但是被感情伤过的人吧 被无数男人伤害过的一个女人 对 她说的是这样吗 是哈 啊 对以前的男朋友不是很满意的 是吧 来 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你也学学人间小企鹅 一上来就叫亲爱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姑娘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吧 我不觉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一个她同样是对另一半不满意 觉得对方对她态度比较冷淡的一个人 啊 这是谁 徐丹 哎呀 又是被无数男人伤害的一个女人 除了看她这个签名以外 我看到下面第一条 嗯 当善良的人撕下面具时 你连下跪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她最近一条朋友圈发的 你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 她根本就不给别人报复的机会 直接就愣死了 哈哈哈 好 再往下看 分手后 你当我驾崩了 我当你牺牲了 哈哈哈 来 那你看这又是什么样的姑娘 我觉得这个女生比较心狠吧 呃 呃 这姑娘肯定就是跟前男友 那基本上现在的状态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哈哈哈 而且 她她可能是希望人家死 我觉得 对 而且我觉得最起码表明一点 就是人家姑娘是敢爱敢恨的 嗯 而不是像现在当代的那些小青年 可能哪怕分手了也藕断丝连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挺好 嗯 那我觉得陆琳其实也更多的 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不是说吗 往往外表越坚强的女人 内心就越脆弱 嗯 哎 看来这个朋友圈的个性签名 还真的能够迅速的了解一个人 发现她长得像个明星了吗 我发现了 我看大家说是不是一个 斯米达 不是 啊 长得像和尔冬 像不像啊 哈哈 有挺多人这么说过 我觉得她长得像金钟谷 哈哈 没有金钟谷这么壮 像和尔冬一笑也可像了 不笑也像 这不看脸吗 谢谢谢谢 啊我还觉得她长得有点像那个人 哈哈哈 那是谁呢 中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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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性 男嘉宾自称自己是暖男 对 对 能暖啊 各个方面吧 心灵也比较暖 完了你还有个小癖好 就是记身边所有人的喜好 喜欢吃啥 喜欢不吃啥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呃 女人出人际关系嘛 这样的话就是说 能比较更好的了解一个人 下次见面的时候 也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不是啊 那我问你你是能记所有人的还是说跟你关系比较近的人呢 我记我想记的 哦 那那还真的是这是一个很好对对人很尊重的一个习惯 有心之人 嗯 你好你家开酒庄呢 那你接触的平时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上层社会 上层社会的人呀 还可以 你家酒庄都是什么酒啊 白酒 白酒啊 哎呦那得需要好多年的 那你比如说12号姑娘 让你用一种酒的名字来评价它 你对它的感觉 你觉得是什么酒 50度的白酒 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做酒的话 嗯 是按度数来的就是散装酒 哦 那50度代表什么呢 嗯 就是一把骂 一把骂 一把骂 哈哈哈 我以为你要说50度的酒就是很贵的那一种 我以为你要说我很贵呢 哈哈哈 不是 看来不是 那16号它是什么酒呢 大米酒吧 大米酒 大米酒 为什么大米酒 嗯 我觉得大米酒 就是 比较 不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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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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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度吧 60度吧 60度的白酒 因为100度就是酒精了 就是60度呢 白酒说 就是不易多喝 对 爱酒之人肯定会喜欢的 嗯 要你出对象你找多少度的啊 50度到70度之间吧 哎 那你俩都是 都算在里面呢 像你这个海拔啊 你想找一个多高的女朋友 我觉得 最少是1米68 哎呀 吓唬我 哎呀 他差一点就及格了 1米59行吗 怎样 1米59 还可以吧 啊 眼睛1米63好吗 眼睛1米63好吗 啊 对 穿完鞋以后1米63了 可以 可以可以 学丹这是你 来这个舞台上 最接地气的一次提问 哈哈哈哈 没绕圈子 直接就问 那是不是代表你 对这个男生挺喜欢的 我就喜欢高的 在实际上 啊 我不喜欢送小的 我不喜欢高的 你怎么说话 感觉让这都亚传染了呢 就是传染的吗 哈哈哈哈 都说不出来了 你看他这舌头都硬了 就是我终于的身高 在1米 嗯 1米83 1米8秒 然后呢 胖瘦呢 在150斤左右 哈哈哈哈 你呢 我1米84 我猜猜你多少斤 你猜一下 140 145斤 145斤 你看 标准体重 理想男友是吧 我特别喜欢他 穿这个 这个胃衣 然后这个钉 还有那双鞋 好 谢谢谢谢 就照你男朋友定做的 这个是 嗯 是特别能喝是吗 嗯 还可以吧 那你找女朋友 是不是得找特别能喝的呀 我觉得 不需要吧 因为我比较能喝 不得没事陪你喝两杯吗 能喝一点最好了 好 谢谢 你能喝呀 我不能喝 当然可以陪你喝 我还有问题 我刚才帮我问酒的事了 我一闻酒精我就迷糊 你说这要我上你家 我天天跟醉了是那块杂质 白酒跟在屋子里卖货是不一样的 就是卖货的屋里是没有特别大的酒味的 那你身份有味吗 嗯 会带一些 你是想来闻闻吗是吗 来吧 来闻闻 我们看一看 他这味道你满意吗 没味儿啊 啊 看来你喜欢带味儿的男人 因为 因为来之前衣服洗了 我就怕有酒味是累了 你再闻闻 男人不止衣服上有味 这裤子上也有可能有 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香 嗯 你再仔细闻闻 哈哈 他好像有胡子干什么 你 他果然有个不一样的癖 不好意思了 这个 咋的了 你怎么了 本来我们都给人家送回去了 怎么导演又 你干嘛呀 我看看他够不够给你六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站好站好 现在你的身高举定性在这呢 啊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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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勉强算计格了 来吧 牛门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呢 这人就欠 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得罪一个 要不要为春龙继续留灯呢 请选择 好让我们通过叫VCR了解一下春龙的情感经历 我曾经有三段的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经历是因为总吵架而分手的 重点我要说一下后两段的感情经历 第二段我们在一起半年 一切都是很好的 可直到他前男友回来找他 他和我说 其实他一直在等那个男生回头 当时我就在想 那我算什么 之后每天都在酒吧泡着 那阵子心情很失落 这时候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 很能照顾我 很暖心的那种 有一瞬间真的感动到我了 后来就在一起了 感动并不是爱情 而这个时候 我也发现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于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我想我的爱情顺顺利利的 虽然我不完美 但是要一个温暖的爱情 不过分吧 我看那小片我觉得特别好奇 尤其是第二段跟那个 谁的闲女友的闺蜜啊 是吗 对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 还是说就是在男生喝多了难过的时候 你的智商和那啥都为零了 就不思考了 不是 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认识 认识过 认识了三四年 然后呢 你不觉得你们认识三四年都没有发生什么小 那个什么故事 然后忽然间在你难过的时候 你是在找一个能够安慰的人还是什么 你那个女朋友 你跟她在相处的时候 这个她的闺蜜就跟你就没来眼去吗 也不是 只是那天晚上一下子说了 闺蜜跟你说的 对 然后呢你呢 然后我当时也感觉特别难过嘛 然后就 同意了 同意之后我就特别纠结 每天都是 特别难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跟这个说 也想跟那个说 没办法了 最后 跟前男友 前女友分手了 你难过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还是不太会处理这些事情 人有可能同时喜欢两个人 是吧 哪个姑娘敢直言说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真有啊 一号 一号 就是我有就是我从小到来 可能一直放在心里 觉得很有很有回忆的那种人 你们会有同频的地方 你就会对他会有一点点好感 但是那点那个好感不会 不会说是那种肉体出轨 和精神出轨 我觉得这个不设计 这只不过是说 看这个人有那种同频的感觉 就对他有一种喜欢 我觉得如果你要同时喜欢上两个人 那你肯定是特别喜欢第二个人 因为如果你要特别喜欢第一个人 你怎么去爱上第二个人呢 有的时候人性就是这样 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还有就是 其实我想那天晚上恐怕跟喝酒是无关的 就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呢 他就算再坚强他也有脆弱的时候 那是他人生当中最脆弱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安慰他 来鼓励他 最为关键的是 这男追女 隔层山 女追男隔层沙呀 又到了 那我想知道 他那个前男友追 找你这个女朋友 这个事发生在前 还是你跟那个闺蜜在一块 这事发生在前呢 他的前男友先找了他 那你报复他呢 这是吗 只是 当时内心 冲动了一下 来 我被选的姑娘 那你以后再谈恋爱的话 还能出现在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不会了吧 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自己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成熟一些 咱们姑娘们 你们不要多多逼人的 谁没有一点过去呢 他现在把这些精力 都摊在你们面前 就证明他希望自己 能更加的认清 以前的一些不足 要给他机会 那来吧最后了 姑娘们要不要为 昆龙留灯到底呢 请选择 好 爱喝酒的陆林 为你留灯到底 那还有12号 因为你留灯了 来吧 那除此之外呢 她还有一个心动女生 她的心动女生是 被选的小粉 男嘉宾 你好 虽然你刚才说我一般吧 但是没事 人对我犯错的时候 原谅你 谁让我稀罕你呢 对吧 我就喜欢能喝酒的 真的 你不谦卑不醉吗 所以你跟我非常打 对 虽然我不能喝酒 但是我能陪你喝到天亮 春龙 你能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选这个姑娘 做心动姑娘吗 因为我这个人很 看重第一眼的演员 我觉得 她第一眼就感觉 是我喜欢的那种女生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 我能 对她很好 那现在为你站出来 这两个姑娘同样很优秀 你现在要涉及到一个选择了 毕竟你的心动女生 没有为你站出来 是你叫出来的 你要做什么选择 我的选择是 被选女生 好 那二位姑娘请回 这是你一厢情愿 接下来春龙 你还有机会就是 向她做最后的争取 你手上的东西 这是做什么准备的 跟我一起走下去好吗 跟我一起走下去好吗 因为你之前的感情 我觉得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说 如果说你能 就是 能调好你的关系 就可以 因为我经历过上一段的感情 我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也会比之前更成熟一些 那我相信我会对你好 你不会再犯这样的感情 错误的 你答应她吗姑娘 姑娘究竟会如何选择 广告很短别走开哦 你女朋友要跟你那个同女你没干是吗 她跟我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我真觉得你是个超级怪异的人 我都没敢瞅你 她最长时间是多长时间没换过那一 两个月 我的小酷酷跟小赵赵全是绿的 那还没想通过 我都没聞到 我都没听见 我都没听到 她未能 老蜂 祝福你们 谢谢 各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潘海涛 今年24岁来自哈尔滨市 我是一名自主街舞发烧友 全只龙同款吧 对 全只龙同款 那这上面是什么造型呢 上面是海盗王 海贼王啊 约翰尼德普那个造型 加着小胡子 就那个克宇那小胡子就好了 还真是 好可爱 你这一个眼睛看着方便吗 看行 来 先看一圈 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好 选择了心动女生 各位姑娘 对小伙子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太吵了 我就让潮子接受不了了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解一下生活中的海涛 盼逆有个性 张扬有态度 完全代表着我 我叫潘海涛 今年24岁 是一名自主潮流街舞的发烧友 平时接一些商演 所以平时会很忙 我是处女座 要求完美 同时也会要求身边的朋友完美 还有个小习惯 就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可以说我是敏感的 假如说要是我感觉到 这个人对我有一些想法 我就会一直想 一直想 甚至是要做梦都在想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 有点矛盾 却很真切 我叫潘海涛 请记住 看完你的小片 完了再看你这次的着装打扮 我真觉得你是个超级怪异的人 为啥你的心思那么细腻啊 就别人说一句啥 你能回家醒着一宿啊 就是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嘛 那我要说你今天这衣服真磕 你是不是回家里闹心一晚上啊 差不多吧 就对 那回去就烧了 回去就撇了 我想问一下 你说我不开心的时候 你能把我都开心了是吗 对 那你现在把我都乐了吧 有信心吗 来 徐丹你出来了 哎呀 面对徐丹其实是个挑战 来 男嘉宾你先撤着 你上 你这个鞋持挺特别的 我发现了 就是他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稳定的重心啊 他居然没有后跟 你看他跟到前 到四分之三就没有了 男嘉宾现在穿这种四分之三跟的鞋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逼你高 他学会了睁眼说瞎话 你看没看到 耶 哦耶 Here we go Let's go 耶 就这样吧 来 徐丹你请回 小伙儿其实你真的身上的这种舞蹈 细胞无处不在 你就趁着这个舞台给我们跳一段 尽情地展示一段 我觉得男嘉宾 就是这一身 还有刚才他跳舞 要比你刚上场 穿的那个样子 要帅多了 真的 他刚才一下来 那两个动作 哎呦 very good 真的 非常好 我唯一 唯一会的这一句英语 用你身上了 哎你别说 你说英语的时候还真不打舌头 还能说话吗 呢呢呢呢 你以前是不是靠跳舞征服了很多女孩 也没有 也没有 没有 哎呀 这个表情啊 就是在撒谎的表情 其实看到这位男嘉宾的时候 我觉得稍微也亲切一点 我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也练过一段时间接舞 有钱 对 然后 对 这也是为什么 大概七年之后 就转行做主持人了 对 不要太刺激了啊 六六度白酒再回去啊 那个是这样 就是各位女嘉宾 在跟他选择之前 一定要先问他一个道理 就是 就跟这些跳舞的单子们在一起啊 你们能不能够 跟他同频 很容易跳着跳着啊 就变成一句歌词 嗯 跳舞 他连爱不如跳舞 连爱不如跳舞 大家都很注意他的 甚至是他身边可能会有很多的 女性的舞伴的这样的 你们可以接受得了吗 哎 借不借意 所以这一轮大家做出一个判断 哎 是不是要继续留灯呢 请选择 因为我自己是做平面模特的 就是希望我找的那个人能 不是在这一 这一行 刚才他跳舞的时候还挺稀安他的 后来大姐一说 说他还有舞伴 我就有点不太高兴的 就是你就是我的 你从头发色到脚直的都是我的 你平常跟别人跳舞 就你脚趾盖都是他的 就是BBOY这东西没有舞伴 有没有也不行 就是不行 你身边跟你一起跳舞的都不行 对 你得解释一下 要不以为你真的一样 因为就是我平时跳这个舞种嘛 就是在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在练功的时候 就是比较张扬 哎 那到底他说的什么样呢 是不是真实呢 来 我们通过一张VCR 看看他的性感经历 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一个是异地 总是靠电话联系 后来觉得实在是太累 就分开了 缓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了一段 一个特别安静的姑娘 我觉得两个人安静的在一起 会有多么美好 但是没成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几乎不怎么说话 都说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在一起享受时光就好 但我真的不习惯 要是再找女朋友吗 我觉得要找一个机灵古怪的 有脾气 有个性 能和我玩到一起去的 最好 我听了小片说什么 涉及到两个字 我觉得还是现在挺敏感的一个词 就是婚前同居的问题 你这个是什么 你女朋友要跟你 那个同居你没干是吗 可以 当时怎么想的 两个人在一起 要是想比较长久的话 那就是得为 为地方想一想 那人家也有可能是试探你 你们当时多大呀 就是比如说 我想问问你 看你是不是真心对我 这刚认识一周 我就问一下 你有没有这方面想法 结果没能试探完 那你直接人没了 你们俩多大时候 他要 二十 那是 那是有点 二十 不是这个 我觉得到了那个年纪了 我觉得跟年龄到无关 就是你很拒绝 女孩子跟你在一起不久之后 她就提出这么敏感的事情 你是觉得她很开放 是吗 反正要是再跟对方在一起 必须得为对方想一想 就是这些事情 那你觉得相处多久了之后 你才能够做这些事情 这个还得看 处理一下时候的年龄 和那个演员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的男孩子很少 还有这样传统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可赞的 没错 我觉得好像是这么是 要是像二号那样大胖子跟你说 哎呀大家同居问题能不能干 要是像一号那样的 那么漂亮小姑娘 说给你同居 你为什么不拿自己打比方 你说二号呢 来 比如说有这样 十六号那样大胖子 想要跟你同居的话 你会演什么样的结果呢 而一号那样的小姑娘跟你同居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二号大胖子 对十六号大胖子 会什么呀 他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 你做梦的吗 男孩子现在还能做到这点呢 真的是对女孩子负责 确实是 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多了 来吧 到最后了 姑娘们要不要为海涛 留灯到底呢 请选择 有一个姑娘为你留灯 除此之外呢 她还有一个心动女生 她的心动女生是 三号 有请二位 十五号你为什么给小伙留灯呢 男嘉宾就是从你一上来的时候 你的那种风格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最后你还是会跳舞 还有那么强的艺术气息 我就更喜欢你了 我因为一直没有发言 是我在默默地观察你啊 我就为你跳一支舞吧 然后希望你能选我 这姑娘真大方真好 小伙子你感觉这姑娘怎么样 跳的很好 我都没敢瞅你 三号姑娘 你有什么话对她是吗 因为我自己是平面模特 也喜欢这种浮夸的这些 但是我想找一个 就是能宠着我疼着我的 就是稳重一点的 因为我就是自己已经在做这种行业了 就不想再接触这种比较浮夸的了 不好意思 没事谢谢谢谢 能做决定了吗 嗯 做吧 我的决定是 小伙会不会选择为她留灯的姑娘 广告很短 千万别走开 红中衣袖团好 五彩学足下套 跨下马鸣黄标 踏山亮如平道 日夜无白任逍遥 这车衣服借的吧 有点大 这位一个男人 一点气质都没有 这位女士 她的话语就让我很看不上眼 觉得她那个 有点像救助会 我要爆灯 非常感谢 我的决定是 放弃 刚才那段歹子舞没有打动你吗 她很优秀 我觉得 我还是有地方 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开朗一点 活泼一点的 好吧 强扭的瓜不甜 那我也希望你 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 另一半 谢谢 谢谢 那面前这位姑娘 也不要争取了 是吗 二位都请回 我觉得 就是咱们男嘉宾 内心还是挺细腻的 而且也是 就这种责任感 在她心里 可能放得太大了 一句话送给你 就人生如茶 空杯一对 当我们来到 相亲相爱的时候 你把自己放空一点 你看人家女嘉宾 多主动了 多放空了 有的时候 还是要 适当地给人一点机会 我能够相信 就你的敏感性 今天回到家里面 可能都会 默默地替自己感到难受 希望场外 对小伙子 有兴趣的姑娘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她的联系方式 就在上面 祝您好运 这里是无汉料汉家专利品牌 孟杰黄金冠名播出的 相亲相爱 孟杰黄金金陈琴更浓 来 姑娘们再次把灯亮起 这里要特别感谢 真真励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现场牵手成功将获得由真真励志提供的饮料一箱 同样要感谢爱时尚爱皮草的英大皮草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现场牵手成功将获得由英大皮草提供的皮草相框 或者是皮草围巾一条 下面这位男嘉宾呢 能说会闹 还毒舌 所以说啊 跟他说话 你要小心一点 到底什么样呢 掌声有请 说金盔金甲蛋黄袍 乌骨穿成盼甲韬 护心静放光豪 施轮带扎稳牢 于踏围护当口 战群又把膝带到 红中衣袖团好 五彩学足下套 跨下马 鸣黄标踏山梁如平道 日夜五百任逍遥 在场的各位女嘉宾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侯双全 今年22岁 来自七七哈尔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活动主持 这身衣服借的吧 有点大 有点尴尬 但确实身上带着个曲艺范儿 活动主持人 都主持什么类型的活动啊 就平时的一些营业 还有小一点的婚庆 还有一些开幕式什么的 带那个范儿 没错 那来吧 睁大你的双眼 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好 小娃儿的心动女生 来吧 各位姑娘 对小伙子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用灯表示 身为一个男人 一点气质都没有 气质 气质都没有 真入不了眼 其实反倒我觉得啊 是这个衣服 影响了你的气质 对 人家挺挺拔的 就是衣服给他掀水了 一会儿换了啊 来吧 让我们通过一条VCR 了解一下生活中的双拳 老一辈的人都说 个子矮的人 心眼一定少不了 我估计 人小鬼大 就是这么来的 我叫侯双拳 今年22岁 怎么样 你是否感觉到了 我的英气 我因为曾经学的是 播音主持专业 大学刚毕业不久 我也算是走上了本行 我现在是做一名活动主持 也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 因为之前的积累呢 相声和二人转 我都比较顺手 所以说现在在这行混起来 我也比较门清 在生活中的我 原则性比较强 有些毒蛇 有点大男子主义 相比讨厌的人 有的人会恶语相向 我反倒不会 我会捧着他 捧得高高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单纯的个人喜好而已 今天剖析的也许还不够全面 那在舞台上 我们聊个够 10号你再看看 碰了大腕的小伙子气质有吗 个儿个那儿呢 没有个儿 还是 还是行 你说你文真说的 也那么露骨 那是你长得高 不 这个问题 那自己来回答吧 好吗 对 当有人说你个子不高的时候 你怎么解释 我认为我长大也不是我的错 毕竟这是我父母给我的 我不能去要求什么 我只能让我的内在 变得强大一点 我始终坚信一句话 我为什么长得不高 是因为上帝怕我高了 遮住别人的光芒 说得好 其实我觉得 她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个儿不高 还在为自己找借口 我跟你说 没事电脑增高点 她就会高一点 就气质就起来了 给你个机会 找一个她身上 你看不下眼的东西 这位女士 她的话语就让我很看不上眼 你需要做一点什么呢 包括你未来的人生方向都是 你需要把它变成你的特点 你需要热爱它 适应它 就OK了 那我问一下柯宇老师 你热爱你身上的哪一点 你热爱你身上的哪一点 我热爱我身上 就是大鹏离我远一点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就很可爱 就像那个说相声 那个月云鹏 你看他长得就不是那么很好看 但是他一站在说相声 一演小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太喜爱他 我相信你 加油 谢谢 你这样用你的专业擅长的东西 征服他们一下 来一段 最近嗓子不太好 我小唱一段 我就怕这样的 欲扬嫌异 你没准那一嗓子 给我们吓一跳呢 没有 来吧 说地是天怕乌云地怕黄啊 小家乔就怕那老妖婴 当官地就怕那算错了账啊 搞对象就怕路旁有路灯 十号你刚才你都快笑桌子底下去了 你干什么 我现在觉得他跟我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你觉得好像是我爷爷我奶奶一带的 那十六号呢 你觉得跟你的年代接近点吗 觉得他那个有点像救资会 再一个你说你是主持人 刚才他说你长得小你喷他呀 这么得帮我帮你 喷他啊 跟姐学了点 说我长得小是不是 小 秤多小不小 醉千斤 辣椒面小不小 辣人行 酒中小不小 来人去也不得放在桌面上啊 你家你有朋友吧 来人去姐你放在桌面上我看看 军死你 非常感谢 他刚才唱完那一段之后吧 然后我还是 我给你点自信 因为之前呢 我爆灯都是长得特别帅的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们一样帅 所以姐 我要爆灯 这个男孩我觉得跟别人不同 我觉得你如果要爆灯的话 你一定很真诚的 别到最后的时候你再把灯灭了 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你这是鼓励去灯呢 还是什么灯 我想用我的方式 然后鼓励他一下 目前为止你对他很满意 是吗 对 刚才看你说 你对自己不喜欢的人 会特别的和爱 是吗 那你要是碰到特别喜欢 你就虐他吧 我现在还小 我没有什么本事 我碰见我不喜欢的人 我不能怎么去治他 但是我可以把他捧得高高的 因为我收拾不了他 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去收拾他 你就怎么能怕他 想摔一摔摔一摔 我觉得他太套路了 你个挖坑人专业户 你说别人套路 怎么你解释解释 我觉得我挖坑人 他能跳过去 别看他那啥 然后你说 那以后你要找个女朋友 然后也是挺 挺圆滑 那你是你俩对着圆滑 那话还能说出去了吗 这个东西两个人在一起 是要真诚 我只是与人交谈的时候 可能圆滑一点 但是我真心去复苏的时候 我就是真心换真意 我觉得气氛不对 真的不对 你们好像是针对这小伙子 我觉得都好多善良啊 一上来之后 就遭你们唇枪舍舍剑的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像王祖兰呢 我觉得你特别像他 涂了身材 他长相不给王祖兰好看多了 有人说你长得像祖兰吗 这个没有 至今为止我身边的朋友 还没有拿人比喻过我 不是 你身边有什么朋友 不是 祖兰吧就会这个完美 来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完美 完美 你看他的小范儿啊 再来吧 目前为止要不要继续留灯呢 请选择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双全的情感经历 我曾经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个是在高中 我们在一起半年 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 大学出了一个 我们在一起一年 但是那阵我很忙 我是那种一忙就忘我状态的人 而他却觉得我不陪他 就是不喜欢他 不在乎他 第一次我哄了 第二次我也哄了 可是第三次 不好意思 我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女生应该独立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现在我想找一个性格独立成熟一点的 我不喜欢那种小鸟艺人的女生 如果你够成熟 够聪明 那么你就来吧 男嘉宾就是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我感觉 你大男子主义 还想找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朋友 那你日后的生活中会不会产生分歧 我大男子主义 我不是说让他完全听我的 他一定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会给他提建议 你为什么不喜欢小鸟艺人的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你不是需要每天24个小时都要在一起的 那样的话 你的世界里除了对方之外 你没有别的事情了吗 克宇 我知道其实你是一个很有个性 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男人 你能说说你的妻子是什么性格吗 她是小鸟一人型的 其实她跟我挺像的 所以我很想跟她交流一下 就是大男子主义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什么呢 是那种韩剧式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来承担的 都要来承受的 都要来保护别人的 都要来呵护的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语言工作者呀 他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太就真 讲理的时候太多了 你讲理给自己讲到咱们这个相亲相爱来了 讲理给自己讲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了 所以你需要换一个思路 你需要讲情 你需要讲情感 需要讲爱 要不然的话孤老众生 其实女人温柔如水一点 有的时候多听一些你的意见 其实蛮 你跟这样的女人性格其实蛮大的 两个人针尖对卖麻的话会很危险 那你现在打算就是以后再好 好 呃 逼 其实我蛮喜欢北方的 因为我就生在北方 但是我也想去南方闯一闯 因为毕竟我还年轻 年轻就是就是资本 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 登上这个平台了 毕竟是省级电视台 对吧 来 你展示一段主持 提前问一下 你现在出场费多少 五六百吧 行 你这场表现好了的话 除去你较价一千 来一段 我就来一下平时可能随时会接触到的薛子燕类型的 我觉得薛子燕不好 再换一个 白事怎么样 这个没接触过 现场即兴发挥一段 行吗 可以 真可以啊 大家都包含 我给你配一个搭档 行不行啊 他说话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你们俩一起为一个人送一段路程 立心 你行吗 也是个挑战 好的 来 来吧 今天 我们所有人坐在这里 恭送一位我们至亲至爱的朋友 二毛子 大鱼藏花中曾经说过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我啥事啊 我想是 今天 他走了 你咋就这么去脸呢 我们怀着伤心的心情 在这里 见他最后一面 咱在哭活吗 可以 就是 咋哭啊 就是跪着哭啊 啪哭 躺哭 躺到别人哭 怎么哭 你看你想挣多少钱了 我确实觉得他在这挺多余的 来 立心你先回吧 有内涵 这一段东西 跟任何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一段 送人的道词 我觉得不一样 很有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他情绪很到位 不是那种装前做事的 形式感的东西 套话不多 他很真诚地在送人一段路 入情 入礼 入景 比他刚才那段相声都好 对 是不是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段二毛子 各位女嘉宾 把你们过去的感情当作二毛子 咱们送走它 迎接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好 好了 到最后了 姑娘们是不是留灯到底呢 请表态 才华横溢的小伙 谁会留灯到底 是否能牵手成功呢 用你了 你看你长这么漂亮 谢谢谢谢 咋混你 要饭了 我当时罪你 你不干 你能测得出 一个女孩子的肩宽是多少吗 她应该三张 好 好 到最后了 姑娘们是不是留灯到底呢 请表态 她有梁战灯为你而留 除此之外呢 她还有一个心动女生 她的心动女生是 三号 就是给她留灯的这位姑娘 没错 那陆林的灯 你觉得你亮的还有意义吗 姐 我说那我就灭了吧 其实我就是 啥呢 就是她一上来吧 就是很多女嘉宾都 都说的 但是我觉得她真挺好的 我就是想鼓励她一下 但既然有人为她留灯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你 加油 姑娘也对你有意 你对她也有情 是不是可以直接牵手了 可以 是吧 没有话问了对吧 没有了 你直接把她牵出来 带她走向你的幸福生活 再见 下面这位男嘉宾呢 是一个纯纯的文艺青年 那到底什么样呢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刘仁杰 今年22岁 我来自黑龙江省岁化市 我是一名异校的表演老师 那来吧 仁杰 看一圈 选择一个心动女生 各位姑娘 对仁杰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又能表示 那让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 生活中的留仁杰 雪天午后 一个杀手放下咖啡 走向他的目标 一个快乐的男孩 在雪地里尽情嬉戏 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 被人拒绝 却不放弃梦想 看起来好像精神分裂 然而这是我的课程 我是一个表演老师 作为狮子座的我 外表云淡风轻 实则内心很强大 平时的生活中 我比较安静 除了上课以外 就是在这家小店坐一坐 吸取外面那些带来的浮躁 其实我还有个小爱好 我比较喜欢喊麦 MCTN又是我的偶像 都说有缘牵你来相会 我做好了准备 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 你教的是多大的学生 就是即将依靠的 那你说说你给学生们 上第一堂课的时候 都讲解放天性是不是 你怎么去解放他们的天性 我带他们到火车站去要饭 我真想看看你要饭是什么样的 大方你跟他一起去要啊 来 然后我们两位姑娘 你们手里每个人有一个硬币 觉得谁要的好 你们就让币投给谁 我 我没钱了 我没钱回不去家了 给我一块钱吧 我饿死 我真的好饿 梁连星你正从这路过呢 美女 美女 能给我一块钱吗 你饿晕了吧 不是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路过 才有这种感觉 太远了 没有意思了 行 来吧 梁连星你到跟前来 来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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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块钱吧 我回不去家了 我饿死了 我要饿死 我也好烟灭吃了 求你了 求你了 你看你长这么漂亮 我宁可不要这钱 谢谢 谢谢 我的忙 等会我这个裤子还有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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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会 那个我够了 诶 死坏的 够了 我够了 看来这演技挺到位呀 富婆的倾家荡产 都愿意救你 你也得要一个 你也得要一个 来人呐 来人呐 这不捧着吗 咋混你 要饭了 我当时追你 你不干 你跟我多好 帮帮忙吧 我饿得不行了 好几天没睡着觉了 你就把你太臭了 帮帮忙吧 要多钱 开个价 给多不算多 给少不算少 行 高高 你哪发要饭的呢 你不就要饭的吗 这么厉害吧 你跳这 我这还有钱 我卖身不 我卖意不卖 卖身呢 卖身 我来给你个大票 我饿呀 我发个大票啊 跳不跳 跳完就都给我吗 行 包你百八的 我饿呀 给我钱 拿来钱 付给钱 付让头 给我钱 拿来钱 我都给你了 都给你了 都给你了 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 你俩到现在这个状态 才是真正的解放天性啊 好 谢谢你 其实你现在天性 还有点没解放 毕竟是换了一个场合 不像你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慢慢来啊 好来 目前为止 姑娘们要继续留灯吗 请选择 好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了 这一家人杰的情感经历 你是相信一见钟情 还是日久生情 曾经的我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个 我们在一起半年 但是因为他总不换内衣 后来我无法忍受 就非肉了 第二个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的 开始还好 后来总是吵架 实在不合适就分开了 现在我想找的姑娘 每周必须换内衣 肩宽不能超过一张半 小脚搏必须细 其余的看演员吧 补导ikh 比如你喜欢ur-汉 牵员 继续 大概很冰 谢谢 小脚搏 萝衪 小脚搏 虽amente 可以 我也真的就今天多问一句 姑娘们你们这方面的习惯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天一换 怎么证明 我家里备30个 一天换一个 然后放哪 我有个喜好就是收藏这些内衣 我每次要是穿一种颜色的话 就是上面内衣和下面内衣 还有袜子都是一个颜色 对不对 我上面就给你看了 你看看我的袜子是不是绿色 你是说你今天内衣搭配也是绿色 我的小裤裤跟小赵赵全是绿的 不是 我都被你换起的频率 埋它了就换了 我的内衣长得都一样 就是我袜子一个颜色的我买10双 那个内裤一个颜色的买10条 内衣一个颜色买好几个 就是他换与不换你看不出来 除非你去闻 今天真的是就聊了很多 别人都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不产生这个话题的话 还真的不知道 姑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喜好 择偶标准很苛刻 说女生的那个肩宽不能超过你的 怎么的 一掌半 一手能抓住那种是吗 你目测女孩子的肩宽能测得准吗 我有点近视眼 那我给你交跟前来看 你随便你叫两个号 二号 来来二号来 五号 好两位 你能测得出一个女孩子的肩宽是多少吗 她应该三掌 你用掌来测 就是男人的三掌 你看还多一点 两掌半 你看三掌还多一点 你量的不准 没有两掌半 如果用她的掌量的话是两掌半 那你目测一下她应该是多少呢 她应该一掌半 来量一下 试试吧 试一下 你掌 我监听完了她掌太小了 来看看她脚脖够一掌吗 你把鞋根跑出去 来你量量她脚脖多粗 这你觉得呢 这个有点 好请回吧 男嘉宾 就你刚才聊完了我们两位女嘉宾之后 我就不明白你这个要求有啥意义啊 你就喜欢瘦的 但你能达到你的标准的也太少了 你怪不得你一直单身到现在呢 因为我就瘦 我不能 你真能处理你跟大鹏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说我鹏哥比你瘦 不能吧 你多少斤 一边 行了 不用说了 好来 最后了 姑娘们要不要 留灯到底呢 请选择 好 志愿杰 接下来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可以是你的深度女生 也可以是聊过之后呢 觉得跟自己比较合适的女孩进行深度交流 不选了 那好吧 那临下场之前可以有什么话送给她吗 是这样 就是今天整个咱们男嘉宾在台上的表现呢 说实话 距离这个交别人表演的老师 我觉得好像你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都更多的展示出来 慢慢的成长吧 好不好 好 场外的姑娘如果联系人杰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她的联系方式就在上面 祝你好远人杰 大家再见 好的 今天我们有两队牵手成功 这里要祝福他们 也要感谢无汉料汉界专利品牌 孟绝员黄金 对我们的冠军播出 孟绝员黄金金纯琴更浓 要感谢银莹美容美发化妆摄影学校 对我们的形象打造 还有感谢柯宇的到来 谢谢 这里要特别感谢 君荣传媒的大力支持 记得每天晚上6点50收看文艺频道 相亲节目带 这会有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